读书 明的绣状 恐怕真的是再解难逃了 阿修 你别哭 你别哭 你再仔细地想想 到底是什么原因 使你绣不下去呢 它 它跟我们以前绣的 所有的话都不一样 我不懂它是怎么画出来的 也不懂它为什么要这么画 太太 老爷 我想如果找一个 懂西洋画的画工参加进来 或许 或许还会有希望的 你是说 找一个懂西洋画的画工 这绣品就能 只是或许 或许还会有一丝希望的 有了 太太 我知道上海有一家专门教画画的学校 那里有教西洋画的 我马上就请一个先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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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老板 谢谢小姐 您跟他的样子像趁三个大洋的吗 他要有三个大洋 也不会干这送夜宵的营事 是 这样吧 算我的 我给您摆唱两个月 郁蜻蜓 白蛇状 苗金凤 珍珠塔 我一本一本地给您唱 直到您听腻了 看见我多为止 您看成了 好好好 看来还是婉先生懂得哄我开心 散热场我请您宵夜 今天算你运气好 是 遇上了活脯子 是 要不是看在婉先生的面上 非他们把你扔到苏如河里 对不起 金老板 您消消气 坐下喝茶 您要是不消气 待会儿郁蜻蜓 谁跟我叫好了 谢谢小姐 你是哪家小店的 这么不小心 我在长顺兴点心店做工 这手不争气 总是惹麻烦 天哪 你的手有残疾 是的 小姐留步 多谢了 哎 等等 四瓦路 这房子 平时就我一个人住 冷清得很 你来这儿我就有伴了 半夜回来 也不用那么害怕了 小姐 真是太感谢了 好 停 停 停 来 到了 程先生 你的意思我明白 可是学校教员的工作 是教书育人 你的要求我很难答应 不是 教长 我可以付劳费的 给您也行 给校方也行 您 您 您开个价 需要多少 您要不好说 干脆携着上来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事不相瞒 我们学校 就只有一位 从法国来的方教授 叫西洋油画 他还带着二十几个学生 如果这要给您一借走 那我不是尝空尘剂了 这是爱莫能助 见了 就十天 那五天 十天 就十天 那五天 十天 那五天 第二天 那五天 一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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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有人敲门 这不是婉小姐的 我在里面 快进来吧 你这是 老婆 来 小姐 给你介绍一下 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陈先生 陈先生好 好 老婆 你去忙吧 我和陈先生还有话要说 好的 怎么回事 我给自己请了保姆 请保姆 保姆 那他住哪儿啊 亭子监 什么时候的事啊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 我才怕他接过来的 这才几天没见啊 就捡过这么一个老女人来 我租下这房子的时候 不跟你说好了吗 不要让人知道 不要让人知道 你 好婆就一个人 在上海无依无靠的 我想帮帮她 再说 有时候晚上 我要赶两三个场子 请人帮我拎个包 端个茶水 递个毛巾什么的 总要清神些 还有 还有什么 警备司令部的刘团傅 最近缠上我了 她 她什么意思 还能有什么意思 要娶我 娶我做她三姨态 这 她妈的 这不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 我现在都害怕去书场 不知道什么时候 又会来纠缠我 一会儿请夜宵 一会儿递红包的 我更害怕 晚上一个人回这里来 这帮人什么事干不出来 情好不在我身边 好歹心里总踏实一些 你又 你又不能天天陪着我 明白了 就让她先跟着你吧 祝福 你就跟你家太太明说了吧 就娶我做小 我不图什么明分了 只要你跟你 临阵言顺 踏踏实实地跟着你 我就心满意足了 好吗 你还得跟那个刘团傅 在周下一阵子 为什么 我带回去那幅西洋画 绣不出来呀 绣不出来 你是知道的 这幅画绣不出来 对我就意味着是死路一条 而且绣庄也即将陷于灭顶之灾 你说 你说这个时候能提出来取消吗 我懂了 你和绣庄现在是最难的时候 我就不给你添麻烦了 那刘团傅我自己来应付 可是那幅西洋画的事怎么办 我这趟赶回来 就是要找一个懂西洋画的人 去明德绣庄 这恐怕是我唯一的希望 若现 再等等我 你无论如何要相信我 我发誓 一定要让你过上富贵的日子 先让我把眼前这难关给过了 好吗 谢谢你 你找到懂西洋画的人了吗 美术学校不放人 刺绣业的人也不肯帮忙 美术学校不放人 他们那儿只有一个 叫西洋画的先生 可那个教务长呢 油盐不尽 死活不肯放人 那你直接去找那位先生 或许比通过官方好说话 把你的难处和那位先生好好讲讲 有文化的人都愿意抚慰季困的 对呀 你干什么呢 贼头贼老的 你说话客气点啊 我是来找人的 找人 你找哪一位啊 我找那个教西洋画的方 是方教授是吧 对 他正在跟学生讲课 在哪儿啊 就在这个教室里面 是 您不能进去 为什么 因为呀 画光皮肤的女人的话 对 这个教室任何人都不能进去 我是专门看守这个教室的 您还在这里等一会儿吧 好了 好了 好啦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聘请您到我们绣装去 去做画工吗 昨天教务长已经跟我说过了 我只会画油画 教教学生 我不会做什么绣装的画工 方教授 你又误会了 不是去做什么画工 而是请您去给我们指点指点 因为我们刚接了一个 把西洋油画绣成绣品的订单 可是我们绣装没有懂西洋画的画工啊 把油画绣成苏绣 对对对 这倒蛮有挑战性的 方教授 您无论如何要帮帮这个忙 我以百年名的绣装的名义 向您担保 绝对不会占用您太长的时间 报酬吗 您开个价 别客气 报酬先别提啊 我主要是对苏绣有兴趣 这样吧 我抽这个周末的两三天 到你那里去看一看 但时间不能太长 我怕脱不了身 好好好 两三天就两三天 您说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啊 这样后天吧 好 后天就后天 后天我来接您 老爷 这个美院的教授 价子大不大 哎 在别人面前大 在我面前嘛 明德绣装的牌子 还是唬得住人的 什么 方教授走了 实话告诉你 昨天晚上我们得到消息 当局今天要派人来传讯他 我怕有物责 所以连夜把他送走了 那 那他去哪儿了 这我不能告诉你 哎 哎 不 我 我们可是约好了 带他去方桥的 程先生 方教授愿意跟你 我们学校不好阻拦 但是出了这么大的事 这就爱莫能助了 家伙长 知道了 你先去吧 程先生 对不起 我这里出了点事 我先走了 你又给我闯了大祸 你打的那个人 已经带着警官 把学校的门都给包了 指明要抓你出去访办 你们方教授的周 我还没催凉 你又带人给我闯了大祸 我们的要求是正当的呀 确实是那位官员首先是 恶语伤人 出言不逊 你现在跟我说原因有什么用 关键是你已经打的人 这性质已经变了 那 但我们可以赔礼道歉 如果有伤 我们可以补偿他的医疗费用 你也真是太天真了 这是我怕 我怕是保护不了你了 对了 你是学西洋油画的吧 有救了 程先生 你可别小看咱们这位林同学啊 他是我们学校才华横溢的高材生 是方教授的高足 他行吗 行 绝对行 既然方教授去不了 就由他来代替 再好也不过了 他的油画 和方教授的油画放在一起 连方教授自己也看不出来 很好的 程先生 你尽管放心吧 有劳教授费心了 试成之后 我程某定当重谢 请吧 林先生 来 林同学 你放心 我会派人到你家里去打个招呼的 走得仓促 身上肯定没钱 这个你拿着 不是 应急用 那 那谢谢教授 可 可我这要躲到什么时候啊 你犯的事太大了 多则半年 少则三个月 没有收到我的亲笔来信之前 千万不要贸然回来 好 阿秀 你都归了一个上午了 只要能救明德秀庄 就太太和老爷 我就是在这儿跪死 也值了 你胡说什么呢 老爷不是去上海搬救兵的吗 阿彩 都好几天了 可是老爷一点消息都没有 我心里面好害怕 阿彩 昨天晚上 我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梦 我梦见老爷带回来那个人 是黄头发 蓝眼睛高鼻梁 好吓人的 你呀 是太心急了 睡觉都想这事 别自己吓唬自己了 老爷带回来的 一定是一个慈祥的老爷爷 胡子白白的 比冯先生还长呢 他呀特别懂西洋话 三句两句就把你点不明白了 你绣起来会又快又好的 但愿吧 阿彩你不知道 为了这一百零八针 我的肠子都快要毁断了 每天看着太太愁眉苦脸的 我心里面真是恨我自己 你别再责怪自己了 你不是在菩萨面前许愿了吗 菩萨一定会把那个白胡子老爷爷 带回绣装来的 真的 把这次劫难过去以后 我一定再不失性子了 一定好好地刺绣 好好地做人 让咱们绣装 平平静静 太太平平的 会的 绣装不会再出事的 好 林先生 头一次出远门吧 看来 咱们明德绣装 跟林先生有缘分哪 是 怎么讲 你看 方教授如果那天不出事 咱们就没有这趟方桥之行 如果你那天不把那个官员打了 也不愧由我们同舟共栋这说 对吧 这就叫缘分 别以为我不懂你们教授给我玩这套 梨猫换太子的把戏 去难逃护 听程先生的意思 你是在受了蒙蔽的情况下 迫不得已 才勉为欺难地受了来 而且此刻的我 除了去你什么明德绣装 我是别无选择 仅此一策 不能这么讲 不能这么讲 我这个人不愿给别人 尤其是给宿美平生的人 弄添麻烦 虽同舟一路 实难攻击到底 如果前面有翻倍抗案的地方 返景传老大 停车片刻 我还是走我的哥们桥去 年轻即逝 年轻就是即逝 我喜欢 我喜欢林先生这样的人 刚才都是九话 九话 你别当真 千万别当真 教育长说了 你是方教授的高足 我们明德绣装 这幅绣品在你的指点下 我相信 成功 那是指日可待 指日可待呀 难说 郑朝 你是上海人 那你的家 就在上海咯 对 那你家里边还有什么人呐 我母亲 你来凤桥 你母亲知道吗 我是直接上他们学校把她接来的 已经托人烧信回家了 怪不得你一件行李都没有 那你母亲她平时 你叫我来是查户口还是做事情 如果是前者 我没义务 如果是后者 请尽快 林先生 你别误会啊 我太太这个人她是热心肠 特别喜欢关心别人 请你来呢 当然是做事了 这个 时间很急的 说吧 怎么开始 这件事情由来是这样的 什么 一个年轻人 是啊 好高 好标志的 这下子完了 为什么完了 你知道的 太太是从来不让我见陌生男人的 她说 那样会乱了心性 以后再也做不了柯真秀了 那怎么办呢 见了陌生男人 你的记忆就毁了 可这幅画秀不出来 云灯绣妆不演 哪怕是要看这两件事情 在太太心里面孰亲孰众了 见了陌生男人 你真的就不会绣柯成绣了吗 我不知道 可是老太太和太太 总是这么对我说 这个规矩我也知道 可以太玄了吧 有那么严重吗 再说 眼下要紧的是 赶紧把那幅西洋画给秀了 有实现的呀 我也做不了主 看来这件事情 就只有听太太的了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这样吧 我先熟悉一下苏绣的制作过程 和工艺细节 然后再和柯真秀的绣娘 商量那幅画如何着手 行吗 那就这样吧 来人哪 太太 你去叫五嫂 陪这个林先生 到前院绣房去 他想知道什么 就给他介绍什么 是 你临走以前我给你盯住留有盯住 找个年龄大的 老成稳重的 你给我弄来这么一个翩翩少年 明德绣庄 平平静静了多少年呢 你想他太成功了是吧 我跟你说了嘛 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我要是能领了个老的 我何必领他回来呢 我知道肯定是要挨骂的 光记 他到咱们明德绣庄 也不是安营扎寨的 把这副罢对付完了 就走人了 你怕什么呀 我怕什么 我怕这院子闹春 前院几十个绣娘乱了方寸是小事 要是阿秀 你这不是逼着我坏规矩吗 未必 阿秀从小在绣庄里头 他没见过世面 怎么就一个陌生的人 就让他动了春心了 他十八了 十八是嫁人的年龄了 他见了陌生的男人 免不得胡思乱想啊 何况是这么一个 彪词的小伙子 出了事怎么办 这明德绣庄的篱笆扎得 连一只张了都不敢乱爬 能出什么事啊 你看紧点不就是了吗 再说了 他呀就是跟阿秀说说 这西洋画是怎么回事 怎么着手 没准用不了几天就完事了 完事就扫地出门 对不对 动不动教我学会未雨绸缪 我看你这样不尽心啊 等着亡羊普劳吧 杨阳真跑了啊 你再补笼子也晚了 你少说这么不吉利的屁话 我真心慌呢 这事啊 要让我妈知道了 善你个大嘴巴子 这事可千万不能 让老太太知道了啊 咱们把这单生意做成喽 再跟老太太报喜就是了 我真想做个面罩 给这个小伙子带上 老爷 明德绣庄建庄一百多年来 你是第一个进入课 争绣绣房的男性 规矩我都跟你说了 请 这幅画不算复杂呀 这幅画不算复杂呀 就是绣不出来 这就是客人绣 我明白了 绣娘呢 去请阿秀 这是我第一次去见一个 我不认识的男人 此刻的我 没有不安 没有惶恐 也没有兴奋 为了能把那幅西洋画 绣出来 太太叫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 然而我不知道 我正一步步地走向 我生命最辉煌的一刻 也正一步步地走向 那辉煌一刻过去以后的 大悲大痛 客征绣在此修业的地位 我已经给林先生 说了不少了 明德绣庄的规矩 我也讲了很多了 我希望 林先生很简洁地 把西洋画的技法 介绍给这位绣娘 对柯征绣 如何绣出这幅西洋画 给一些实际的指点 他明白了 你的任务就完成了 你的酬劳们 我不会亏败的 油画技法没有问题 刺绣我是外号的 主要的呢 还是靠你们那位绣娘 不过有些具体问题 我倒可以和他讨论 太太 阿秀来了 请他进来 请他进来 太太 ła秀了 你去吧 又成功 咱俩了 是啊 你去吧 杀母 刀子 你去吧 有了 林浅远好 你好 丁先生 前院的普通刺绣 你已经了解了 可真绣和这幅油画的情况 我也已经给你介绍了 现在 你就给这位绣娘 讲讲你的西洋画 讲讲怎么把这幅西洋画 绣成可真绣 请坐 这幅西洋画呢 准确地讲 叫油画 因为它的颜料呢 是以块干的油脂调和而成 既然要把它变成刺绣作品 我想 首先应该掌握油画的特点 和丰富的色彩效果 油画的笔触呢 以图 摆 点 擦 气 线为主 你们看 它裙子的这一笔呢 就不像中国画是一笔贯通的 而是采用了气的方法 所谓气呢 就像泥瓦匠 用泥刀 气泥灰那样 将颜色 气都画不上去 不仅产生了不同的厚薄层次变化 还产生了微妙的色彩关系 你这种针法 似乎就不太头疼了 它想还原 却忽略了质格 给我们感觉反而不像 这种针法 更适合描绘水面 云雾之类柔和的情况 所以我认为 选择针法非常重要 既然柯针秀有七十二种针法 那么我们就要用 能够体现相应油画笔触的 相应针法 来再现油画的质感 阿秀 您以为呢 林先生说得对 我不应该用暖针法 而应该用铺针 齐针 用在这里就更合适了 它衣领这一部分呢 用的是油画中线的技法 近似于中国画的勾苗 那可以用滚针 刺针 它胸前这个配饰 画家显然采用点的技法 为了表现胸前配饰光的闪烁和质点 那可以用正弦针和反弦针 选择合适的针法 仅仅是第一步 更重要的是它的明暗关系和色彩关系 由于油画的颜色呢 是条对出来的 所以它的每一笔 都不是单一的色调 咱们还是拿这套褶皱纹 乍一看呢 也就是 虾牵的颜色 蝦青 淡青 两种颜色 可你仔细看呢 这里面还夹杂有细微的 石青 桃青和燕美青 在虾青中掺杂石青和桃青 灰花开 刺绣就很难搬了 一根丝线 怎么能包含那么多种颜色呢 我们可以把蝦青 石青 以及燕美青 把它们每一个都披成三十二股 然后穿在一根阵眼里 你觉得这样的方法行吗 你这个想法太好了 你很聪明 大量颜色复杂 而色差细微的刺线 有办法解决吗 这个无妨 只要你开出单子来 我就要染房单独染 另外 要完成油画刺绣呢 这个皮稠的质感 太薄 太柔软了 与油画的质感呢 不相吻合 那我们就用 山东的山茧绸吧 它质地粗盈 而且又结实耐用 这我不懂 你说了算 如果 令先生 你今天 可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舟船劳顿 你还没歇息呢 阿彩 再看 带林先生到潜运安顿下 那我先告辞了 阿秀 我有话问你 如果 如果 我让那个林先生 离开明德绣庄 你一个人能完成 这副绣品吗 太太是什么意思 我刚才看你都已经明白了 我的油画一窍不通 刚才林先生好像只举了几个通力 如果没有他的指点 我怕我还是不行 什么 尽快让那小子离开 凭女人的直觉 这个姓林的会给我们招惹麻烦 麻烦 什么麻烦 她在上海滩是惹了祸事 可没有人知道到明德秀庄来 我指的不是这个 那 那是什么呀 她是个招风影蝶之人 我的太太 你是不是太一神一鬼了 她才来秀庄几个时辰呢 她招什么风引什么蝶呀 等你知道了她招什么风 引哪只蝶的时候 一切都晚了 她是上海的一个大学生 高傲得不得了 她怎么可能看上一个什么都不懂的阿秀呢 再说了 我是好说歹说才把她哄来的 你 你至少也得看见阿秀能秀出来以后 再赶她走吧 我就怕她走不了了 为什么 她要是不想走 借西洋画上任何一个技巧 都可以让阿秀离不开她 她不想走 不会吧 她是不想来 可现在的实际她是来了 明德秀庄处在威王之间 只有把这幅西洋画秀出来 才能保得住啊 明德秀庄又保 阿秀也要保 你 你要分出轻重吗 在我心里 明德秀庄和阿秀一样重要 明天开始 让那个姓玲的 在配筹上勾底子配丝线 做完之后 马上走人 绝不能让她在阿秀身边久待 更不能让她借出我的秀谱 这是我容容她的底线 我发现了 不妓了 你 我是在一眼 我得以为 这事 不妓了 我得以为 你 我得以为 我说再见 就就再见 为什么人已愿心 却还残 我一生还在你身边 心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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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灌烈 以为这里 留下了爱的悲悦花 以为这里 留下了爱的悲悦花 啊 为什么转过身 无缺一回才会 为什么会回首 泪缺一流才流 啊 为什么说再见 却却在此 啊 为什么说再见 啊 为什么这一月心 却还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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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心中是心中是 我和你 也在这里 留下了爱的悲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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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